2024巴黎黄金笋评鉴比赛 今年同样在巴黎农会登场 而今年的冠军是由农友曾燕斯再度获得 连三年拿到了黄金笋的冠军 他和从小就栽种竹笋的老公都相当的开心 而田笋王则是由青农洪博荣获得 我们得主是曾燕斯女士 开心的和老公拿着自家栽种的黄金笋 今年已经是他连续三年拿到巴黎黄金笋评鉴冠军 虽然和老公谦虚的表示没有栽种的秘诀 但脸上有掩藏不住的喜悦 没什么秘诀啦 主要是用心啦 对啦 我们真的很认真啦 我们真的真真 不怕棒啦 不怕冲啦 总监师这几年都跟农友加仇 总监也加仇 就是这样很对农友很用心的 所以我们就要很厉害来 来生出更好的新籍 这次获得田笋王的则是青农洪博荣 甜度达到七度这么高 甚至超越了先前的新北市田笋王 给笋子的适合土壤跟环境 就是回归照顾大自然的土壤 要用有机的方式去栽种 顾土壤 顾生态 顾动物 我们人就吃到是最好吃的东西了 在经过二十几年来的评鉴比赛 各农友越来越能掌握栽种和采收的技巧 所以评审起来一年比一年困难 这么多年以来 大家农民随着比赛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知道掌握到评鉴的一个诀窍 所以大概一年一直都是比一年来的优秀 品质比较好 在区别上面其实难度越来越高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接近 所以要在这些品质都非常优秀的 竹笋当中要再挑出来 所以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我们所有的孙隆是最辛苦的 用最好的这个孙隆来参加了我们这会比赛 我个人来看 大家都是有那个冠军上 也是天顺王的 尤其近年我们的冠军品质非常好 如果这个冠军到这个六七冠 就是可以说跟我们的水来 平衡是平衡的 农会透过每年的评鉴比赛 除了让农友辛苦栽种的黄金笋 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也为接下来一连串的相关活动揭开序幕 请采收 记者高清风林景云巴黎采访报导 我们的黄金笋